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了娱乐圈的一段佳话 在未婚夫黄子角的加持助力下 孟耿如的事业开始践上轨道 他在台剧《我可能不会爱你》中出演陈柏林的妹妹 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喜爱 上天不可能什么都给一个人安排最好的 正当孟耿如事业爱情双丰收时突然收到噩耗 经文弟弟孟耿德于家中轻生逝世 终年23岁上月26日是弟弟生日 孟耿如增晒出为弟弟庆生的照片 并为他许愿 希望他平安快乐 不曾享视隔一个月 弟弟就因想不开而猝然离世 笔者想 关于弟弟的情绪波动 孟耿如应该是有察觉的 才会许下那样的愿望 不料仍难阻止悲剧的发生 想必此刻他的心情一定极为复杂 这其中会有悔恨 会有遗憾 孟耿如在家中排名老二 尚有一姐和一弟 弟弟是家中独子 得知他亲生噩耗后 交往刚满一年的女友都伤心欲绝 更别提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孟家二老了 经文内地去世 黄子脚也表现得非常伤心 称孟耿如姐弟俩感情深厚 且长相神似 他常对他说 弟弟是男版的自己 至于离世原因 黄子脚称不便透露 面对媒体逼问 他无奈表示 会打起精神 陪他和家人 共同挨过去 逝者安息 希望黄子脚和孟耿如 早日走出伤痛 也祝愿他的弟弟 一路走好 就垃圾了